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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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徐凱浩 怎麼樣? 大家好,我是徐凱浩 徐凱浩啊,怎樣? 你要講什麼? 沒有,我要幫你介紹一下你 好,你介紹 我們回來了! 我們又沒去別的地方 這是禮拜二啊 我覺得徐凱浩非常的聽話 因為上禮拜就有警告他說他染這個頭髮比較好看 所以他就沒有再給我染回去了 不然他本來是要差點要染回去了 對,我本來想說隔天我就去染回牽涉 但因為你那一句話 就是你從以前到現在沒有稱讚過我 對 我從來沒有說過徐凱浩是帥的 然後那一天稱讚我之後 我就從此以後就決定 我就是要生髮 真的假的? 對,就是聽你的話 那因此有多接到一個屏幕宣言嗎? 哈哈哈哈 當初為了這個代言 他們有叫我再多發一篇 真的假的? 但沒錢 你是說多發一篇沒錢的 沒有,開玩笑 真的有在不少 沒有,我跟他們的關係也很好 就可以幫忙發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我發文都是業配 我是真心覺得好用 即便是業配形式也可能沒拿錢 對 聊那麼細啊 哈哈哈哈 不要以為徐凱浩的廣告很多 他本身還是有個專業在的 畢竟他是全世界最會跳舞的人 對不對 說到全世界就不敢說了 對,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真的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是我剛剛有稍微跟徐凱浩聊了一下 我本來以為他小時候沒有在看我上去 沒想到 欸,你也看過啊 對,我小時候 因為大家都一定要看嘛 就五五六六啊 然後指鏡指點 這首是一定要看的 對啊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個片段 印象最深刻 其實我以前很喜歡看那個 西街少年 呃,不是剛剛講的那兩部啊 有,西街少年啊 你這樣聊我們要怎麼歡迎來的 哈哈哈哈 不是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知道,西街少年的朋友 指鏡指點 就他們在天台上面 天台上面打架 好難聊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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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上面打架的嘛 對不對 就是尬舞嘛 從小就看那個 就想學街舞 啊,你從那一刻開始 覺得說 喔,你也是想要打架的 對,就是我 因為我以前是那種小流氓 在學校很喜歡亂打架 真的,這就真的 沒有再亂講了 對,然後那個時候我就用愛 嗯 用愛來感化那些流氓 嗯 我就學了那個 人生第一次的街舞 嗯 然後就是 從此之後就是 變得很會跳舞 啊 嗯 其實剛剛好難聊喔 哈哈哈哈哈哈 好,我們那 我聊不下去了 哈哈哈哈 我先看一下 好,那不然先來看第一支影片 就是網路上瘋傳 大家在直徑之間看到一些不合理的片段 哈哈哈哈 我們來看一下 住手,你們住手 我們不要再打了 我們不要再打了 住手 你們不要再打了啦 傻的夠不夠重 卻是傻的天價不流 是別人還是朋友 住手,你們住手 我們不要再打了 我們不要再打了啦 住手 你們不要再打了啦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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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你住手 你們不要再打了啦 住手 你們不要再打了啦 太好 稍微 哇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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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出場很帥耶 不是,因為最近的影片 而且我剛才聊到攝影棚 一直在放這個音樂 對 我以為過了14年之後 我竟然要來宣傳這個 哈哈哈哈 很開心在2004年的 某年某月那個 指徑之間上映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對,好像來宣傳指徑之間喔 各位,大家好 我是Jerad紀元凱 小文好 凱浩好 你好 剛剛是 前面有一段是 比較難聊的狀況是怎麼 對,我們就是一直在等你出來 因為我現在 自從徐凱浩加入我們主持行列之後 我只要看到好聊的來賓 我們就盡量快點歡迎他們 哈哈哈哈 我有時候會無法招架 你們不要這樣子 你知道以前我在玩全運樂也是會 年紀小就被搭那個 他現在應該 他應該 小你有10歲吧 沒有沒有,兩三歲而已 差不多啊,10歲啊 屁啦 兩三歲而已吧 沒有,就差不多10歲 好啊,沒關係,OK 但我今天來很重要 就是 呃,除了這個 剛才講到的影片之外 我要先講一下就是 我在7月28號有一個 幸福好學生助學公益演唱會 然後在這個 新北市的藝文中心 對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現在趕快 上這個UDN的售票網去購票 因為你買票 然後就等於做善事 對 幫助綜藝基金會的小朋友 就是募集那個他們的學費 因為即將開學了嘛 很多小朋友可能你知道 不是這麼的 充裕 可能他家裡就是可能失憶兒啊 對 然後父母親禮異或者是出車禍 很多很多的狀況 然後沒有這麼的幸福 嗯 那我覺得我們社會 對,大家 一點積插成塔 然後把那個愛心一點點聚起來 哪怕你小小的力量 然後去幫助這些小朋友 可以好好的得到這些學費 然後可以有營養午餐啊 可以有很多學雜費這樣子 所以你本身也是中藝基金會的代言人對不對 對,像之前 欸,有啊,你有follow我啊 前年我們有幫中藝基金會寫了一個歌 叫你的擁抱 對 怎麼唱 你的擁抱 哪怕是短短一秒 就像暖暖的微笑 怎麼完全不一樣 欸 是啦 大概啦 你的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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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哈哈哈 你不要勉強啊 不是,因為說 因為這首歌也沒有紅到這樣 你的擁抱 就像暖暖的微笑 你幹嘛很難聊 不會不會 配合的蠻好的 不要這樣 我這個是NOA style 就要配合他的歌詞 你的擁抱 然後是中藝基金會的這個普攻英助養計畫 就幫助這些0到18歲的十一兒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你知道 雞殺城塔嘛 就真的是 小小力量哪怕一點零錢都可以幫助他們 那這次真的希望大家可以趕快去買票 這禮拜六 然後在這個 新北市藝文中心 有很多人喔 這次的咖非常地大 因為本來以為 那個記者會公佈 最愛就是最大咖了 沒有沒有沒有 殊不知後面還有買個彩蛋 我只是一個就是 你知道 出道比較久的家 哈哈哈哈 就是 年紀上的大咖 拉大咖 欸你幾歲 請問你幾歲 26 喔你26喔 你多少 33了真的是 喔那真的是大欸 那真的是 對 你是我看產 你是我看產26 26啊 真假的 那你跟我差不多欸 我就快27這樣 好希望大家可以來公佈演唱 應該要聊 沒有要講一下咖的部分 大咖 對對對 就是本來以為那個名單已經夠大咖了 說不知昨天居然還公佈一個最新的人 還有Kimberly陳芳宇 對 喔喔 然後還有像李維維也會跟我一起來做一個表演 喔找了一個年紀比你再大的 哈哈哈 你確定 你確定你一定要 你們節目有想要再繼續做下去嗎 每個節目也差不多 嘿嘿嘿嘿 好 李維維 李維維是因為跟我一起拍戲 然後我們像姐弟一樣 然後關係很好 然後請他來 處女秀 第一次在唱歌的表演 他沒有在剛看的地方唱過歌 對 然後還有陳琳九啊 然後孫其君也會帶來很厲害的表演 還有我 許凱齁 沒有 欸你是要來嗎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去看 你可以你要來看一下 而且我跟你講今天我們還會送出門票 對 非常大方 因為以往可能有一些票我們就送出兩三張 大家搶到爆 今天我們送出非常多張 十二張 呃就是六組 對 欸你不是主持人嗎 就是十二張 是沒錯是十二張 可是六組 所以只會有六個人拿到 所以可以大家西班一起去就對了 對 對希望大家可以來看演唱會 然後把我們的常才 就可能我們會唱歌跳舞啊 然後用演唱會的方式 然後募集一些款項 然後幫助這些小朋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我們講一下今天要怎麼送票好了 就是我們 我們只要在留言處留言 幸福好學生是在哪一天舉行的 我們就會抽六個人 送出六組門票 應該蠻簡單的啦 對 因為剛剛其實就有講到 對 剛剛講到大家注意一下就知道了 對 所以大家假如還不知道的話 趕快往回答 不能直播不能往回答 要整個結束才能往前 好我在講七二八 在新北市藝文中心 然後我們那天也會捐出我們藝賣的東西 然後到時候可以在 中立基金會官網 你賣什麼 競標 我會 你的擁抱那樣 單曲的時候 我有一個表演的衣服 然後一個黑白相間的長版的外套 然後會做出一個意賣 然後這個錢真的是幫助那些小朋友 然後希望大家就是 我們可能小時候就是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小時候也是 接受這樣的基金會幫助 我才順利的讀書長大的 真的假的 因為我以前單親家庭 然後家裡的經濟狀況沒那麼好 那大家可能很難想像說 學渣費其實沒多少錢 可是對有些家庭來講 真的很困難 所以我覺得 我們現在有能力了 我覺得盡我所能 不管是錢 或是做表演 對不對 做表演 就可以幫忙 做表演可以幫忙 所以其實禮拜六這個演唱會 就要舉辦了 而且當天其實 大家應該都蠻有空虛的 因為想必是非常多人 買不到吳宗憲的票 憲哥那天嗎 對 所以如果你現在 還可以再買別的演唱會的票 對 而且這個是有做公益的 沒有我覺得既然買了憲哥的嘛 因為我們時間應該不抵觸吧 不抵觸 我們是下午 憲哥是晚上 那其實憲哥的 一部分的票價可以來買我們的這個 對不對 然後看完之後 然後再趕去小巨蛋 也是剛剛好 這個蠻有意義的 反正不管你們有沒有買的 你就上門打728演唱會 你就會先找到這個 你就先買啦 幸福好學生 九名證書 助學公益演唱會 能看演唱會 又可以做公益 大家一定要去 真的這還蠻好的齁 對 有結合在一起 對 其實呢最近剛剛那個片段 也非常多人瘋傳 在網路上真的是 討論到不行 你本身看到的時候 有嚇到嗎 我也不會嚇到 因為對我來講很熟悉啊 可是當年拍的時候 覺得很帥吧 當年應該沒有覺得 一點點怪吧 因為我們 對 因為那時候對我來講 其實那時候是一個很 很去挑戰自己 舒適度的一個事情 對 因為那時候我們大家都跳街舞 那時候K1團體嘛 對不對 跳街舞很正常 可是當時 紫禁之巔裡面的故事 圍繞在我飾演的晴天 他是一個八家醬的學子 但他要去學街舞 所以那時候我們每天拍戲 拍到12點的時候 已經累到不行囉 要回去排 八家醬跟街舞結合的東西 然後還有打架 很應援 對 然後每天都在排 很累很累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還蠻 就挑戰你自己的極限 然後而且其實 對大家來講 那是一個蠻新的題材 對 可是很開心 當時有受到歡迎 而且我們的原生代賣了 很好耶 那時候賣15萬張 算是蠻開心的 對 現在真的很難賣到那麼多耶 現在1500張都蠻難的 對啊 現在真的是這樣啊 真的 那時候唱片就是 因為戲劇才景氣嘛 然後那時候紫禁之巔 對我來講是一個 很感恩的事情 因為我等於一出道 然後就有一個 我覺得很棒的戲 然後只是沒有想到 經過14年之後 我再度上節目 來宣傳這部戲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剛剛進來的時候 他們在犯我以為我要ray哥 你知道嗎 站定位 站定位 Foo 然後我想說奇怪 我要ray嗎 然後所以我攝影師一看到 我就說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一言不合怎麼辦 尬舞 走 我們去尬舞室走 哈哈 可是當下在那個情緒裡面 應該是帥的耶 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就是我們兩個 在爭巧巧演的 小影的角色嘛 那晴天跟小影 晴天就是一個大愛的感覺 就是小影不管怎麼樣 他會支持他 可是他又覺得 天蠍不見得這麼好的 但兩個人可能 就因為舞蹈的關係 然後很多淵源 這個戲對我來講 很重要啦 因為我在那部戲也認識了 許華鳳 許華鳳姐 然後他那時候很照顧我 雖然他後來離開了 但這部戲很多事情 對我來講非常的深刻 然後很開心 經過14年之後 大家再度注意到這部戲 所以等於說 現在網路上瘋傳到不行 而且現在很多網紅什麼 他們都還會去路上尬舞 再拍一個翻拍這個片段 最近看到很多耶 超多各種 很多網紅 然後或是後來比較 算是完備吧 都會來找我說 要拍那個影片 那你有答應嗎 我是因為時間 我時間最近不行 但重點來了 就是我自己覺得 當年對我來講 就是一個最經典的畫面 對 你們不要看 就是我們在雨中尬舞那個 你知道那是 灑水車灑了一整天 我們是你知道 到最後已經抖到不行 就是很冷 因為那個全身濕透 連內褲都濕透的不行了 然後我們要在那裡尬舞 然後巧巧是那個淋雨淋到那個 瀏海已經就是被一根 一根一根的耶 一根一根的 然後這樣在那 你們不要再打他 這樣子 空氣瀏海 當年就有空氣瀏海了 他是先驅 對 是這樣是這個意思 可是等於說你們算是 老一輩的很會跳舞的人 你會不會聊天 你也是看這戲長大 你為什麼要抹滅你的 在你青春中很重要的一部戲呢 片尾曲怎麼唱 看著你的背影發抖 難道是我給的太過沉重 在求我放手 他還會唱耶 他真的 我是看 我還會那個 風雲變色 我覺得你不錯 因為你Key還是比他準 是因為我先唱 他才看起來會唱 那不然他先唱看看 沒有就是 看著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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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你 看著你的背影發抖 是你給的太過沉重 欸有啦這次有準啦 真可惜 好反正總之那就是一隻 這是比較前輩會跳舞的人 然後因為旁邊這位 先驅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用先驅 你可不可以用些好的 好的主持人要幫忙潤勢 創 創始者 好 開國元老 算是 算舞蹈戲劇的 舞蹈戲劇的第一把交椅 就第一次做這樣的嘗試 我覺得當時很趕 對啊 當時蠻趕的 然後旁邊這位他現在是 年輕人最喜歡的 然後是 全世界最會跳舞的 因為他比過一個比賽 他真的是全球冠軍 這個不是亂講的 就是 那個比賽範圍是大概 蠻多的喔 其實世界街舞比賽 對 他真的是Laking的冠軍喔 Laking的冠軍 其實當時因為那個比賽 沒有搬那麼盛大 所以他報名的人也不一定有那麼多 哈哈哈哈 沒有 真的很多 可是那個真的很盛大 所以他現在也是以 年輕人跳舞出名的 所以呢就是等一下如果說 看你們一言不合 會發生什麼事 那既然有兩位在的話 我就是演真之巧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輪流輪流輪流 真 你是演真 真之巧 真的 真男巧吧 哈哈哈哈 你真的 你要演巧巧巧嗎 對 你們先準備一下 等一下看完另外一支影片 就回來 我就希望你們兩個可以 稍微尬舞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去準備 你也可以準備一下 有 我要準備阿 我要演真之巧阿 等一下那個空氣流海機的播 好好好 我們有沙水車嗎 沒有沒有 哈哈哈哈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路人在路上挑紫禁之店的影片 對 我們現在在做一個網路節目 到時候這個影片會放到網路上 你OK嗎 可以可以 沒有問題喔 那你幫我拿一下 好 住手 你不要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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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打了 住手 你不要打了 住手 你不要打了 你不要打了 住手 你不要打了 住手 你不要打了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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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拍一個 關於網路上的一個節目 那我們到時候會把這個播出 放到網路上面 你OK嗎 可以喔 那你幫我拿一下 可以喔 那你幫我拿一下 住手 你不要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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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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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打了 住手 住手 你不要打了 我們到時候會把這個網路影片 放到網路上做播放 那你們 就是會不會 放到網路上 會不會嗎 好 沒問題好了 沒問題 那你幫我拿一下 可以 住手 你不要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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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 去練武士打 我們在做網路節目 那到時候這個影片會放到網路上 你們OK嗎 可以 可以喔 好 那哥哥幫我拿一下 好 住手 我們不要再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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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 去練武士打 到時候我們會把這個弄到網路上 OK嗎 好 那你幫我拿一下 好笑 一下子的狼狽窮 一下子的狼狽窮 一下子的變假不流 是別人還是溫柔風 一變笑 一批眼前腔不動 是你回船都在看我 是自己在水滴前找一個出口 要保證的老師吧 我們是拍了一個影片 和它在網上放在網上 所以你相信嗎? 對 好,我拿去 住手,住手,不要再打了 住手,不要再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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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打了,住手 你要打,其實沒有事的 對,對,對 對,對 你們別再打了,我知道你們都愛我 可是,你們別再打了 等一下,等一下 太突然,太突然,太突然 不是,我們也還沒打 我們也還沒打 演錯了,演錯了 你跟我說你從小看這部戲 這麼經典的橋段,我們連什麼事都沒說 你到底坐在足智上 那你們先吵一下 你們先打一下 你們先慢慢逼近 你們也讓我們打一下嗎 所以,所以你是 你是天蝦 天蝦 天蝦,天蝦 天蝦,我們是晴天喔 對 那要什麼原因吵架 呃,為了要去看那個公益演唱會 然後就是你要約我去 可是我本來跟凱皓有約這樣 好好好,來 因為你覺得這個演唱會非常重要 那從我,呃,Action 5,4,3,Action 我是晴天 欸,小英 7月18日有一個助學 幸福好學生助學公益 酒蜜診所助學公益演唱會 對,你要不要整個完整講一次 噓,不要笑 這演唱會很常 5,4,3,2,Action 我是晴天 小英 7月28日有一個幸福好學生助學公益演唱會 而且是有JR介言凱在裡面表演的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 我們走 可是我跟天蝦有約了 他跟我有約,你幹什麼東西 通常這時候要上音樂了嗎 還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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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怎麼了 Music 你要不要出來自己啊 哈哈哈哈 不要去打了 不要去打了 你們不要去打 你 要打去練舞是打 還要去打 Come on 用下的勾不夠衷 去上課 整個劇情再吹 還要去打 你們不要去打了 你們不要去打了 Ending pose Ending pose 怎麼兩個接吻了 哇 這樣很累耶 你可以 你可以找你出來自職 不是,可是 我當下就覺得 你為什麼剛剛好像在看我們演唱會的感覺 因為我就覺得可以繼續打下去啊 欸,這個很燃直喔 對 這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為什麼會這麼累呢 是因為你都不出來就是阻止 而且 而且當時這個叫做 這是Breaking裡面的戰鬥舞嘛 對 戰鬥舞就是其實 就是 就是很累 很喘耶 對,所以 換角色吧 還要換啊 我們有時間嗎 可以啊 來來來來 那我要幹嘛 換你換你換你 我 我 我要演什麼 我這樣 我要當那個 你就是那個啊 喔好 曾 曾志祥 空氣游海撥一下 OK 我個屁啊 來 沒有人知道我要幹嘛喔 你就尬舞 3 2 Action 我是晴天 小雨 7月28號你要跟我去看 JR紀元凱所主辦的 幸福好學生助學 Go 幸福好學生 主學公益演唱會 我們先確認一下 你是代言人嗎 我是我是 我是 但因為很喘的情況之下 好不好 7月28號你要跟我去看 幸福好學生助學公益演唱會 有這下紀元凱喔 走 我也想去耶 你也想去 那 那你先留在這邊 為什麼 你要幹嘛 我也要去演唱會 天蠍 你的眉毛好搶戲 你為什麼要搶小雨 對啊 你為什麼要搶我 因為這個演唱會 有最要記言凱 我非到不可 好 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欸 等一下我會跳啊 OK嗎OK嗎 OK 我真的會跳 住手 住手 你們 你們不要再打了 你們 你們 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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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好累 不要再打了 蛤 沒有我 不要再打 不要再打 你不要再打我 還好 打到現在我有個真的問題想問 我們可以暫停休息一下嗎 可以可以 我也有個認真的問題要問 好熱 這是演唱會完整的名字到底 7月28號在新北市藝文中心 幸福好學生九名診所助學公益演唱會 喔 滿完整 滿完整 趕快上UDN售票網去購票做公益 大家想看這演唱會其實現在也可以在留言處留言 對 我們會抽出六個幸運的觀眾 要告訴我們演唱會是幾月幾號 7月28號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滿好奇的說你本人的表演那部分會有哪些東西 喔 就剛剛那個 剛剛已經看完了 不好意思 我覺得很好就是 其實我們還在思考說到底要表演什麼 想到今天都還想不出來 但剛剛讓我突然有靈感了 我覺得就是這一段吧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光這一段就大概可以跳個40分鐘 可以耶 也不會冷場啊 我覺得很好 你只要觀眾輪流上還說你們沒有打了 對 那 我覺得很好 大家輪流然後 幸運的粉絲對不對 可以上來輪流演小影 喔 這個真的是 然後我們兩個就從舞到舞一直尬阿倫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累好累 對 可是要再講一下 當時那個大舞 是有一些舞打嘛 對不對 還有八家將 對 可是不是鼓勵小朋友說不爽就要打架 不是 絕對不是 這是一個就是可能用舞蹈解決 就要打也要去練武是打 對 用籃球解決 用什麼 用舞蹈解決能解決的事情都不是壞事 沒錯沒錯沒錯 但不要打到對方 但是還是有個前提 如果小影是大概這個樣子的話 那可以打 那真的很難 對 真的很難不出手 假如小影是在這種 真的很難不出手欸 不然你用一個 你用一個就是可以讓人家消氣的話 然後講說你們不要再打了 你們不要再打了 不要攔我 不要攔我 欸 沒有攔我 好想 好想不然你認真看一下 你認真看一下 再看一下 你們不要再打了 幹什麼東西 走開 我怎麼進去被口氣 你為什麼要裝討人厭 我沒有裝 你為什麼要裝得那麼像 你為什麼要裝得那麼像 好累 好累喔 這集好費力喔 好累 好欸 應該還有影片可以看吧 除了就是 我只能說2018年就是JR的年 因為除了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偶像劇片段爆紅之外 謝謝 還有那個公演唱會 居然還有電影了 對 我今年順利的話 有兩部電影要上 好 我們先看月遇 好 是是 月遇 對 928上 928上 這班孩子呢 以前是拿刀拿槍的 現在讓他們打鼓吹Sexibon 我覺得有點鐵棒行空了 快點 這些費用拿去買樂器 還不能買監視器 別靠 這種男朋友到底是誰的成績啊 你們來這裡的目的 不就是為了追求一個 教化受刑人的美女 然後拍拍屁股走 你以為你能敢變誰 如果表現成績優異 就可以加分假釋 你們說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 你們說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 那壞孩子為什麼不能學音樂呢 那壞孩子為什麼不能學音樂呢 你喜歡那些孩子 補點音樂 這就是對牛彈琴 你 廢物 逃出去 還是個廢物 沒錯 帥耶 越獄 算是我滿挑戰 因為我剃光頭 第一次剃光頭演戲 兩年前拍的嗎 一年前 一年多前 然後那時候也籌備了很久的時間 拍了大概多久 拍攝期大概兩到三個月 但是我們前置期就大概快六個月 因為我們一群所有的人 因為是演一個少年犯 這就是你被關在山上的那一部分 對 我們被關在一個 他們在新店那裡住一個房子 把二十幾個人全都關在一起 然後做audition 然後選演員 然後那時候就是很忐忑不安啊 你還要選 對 每天逼在那裡啊 看誰適合裡面的角色 所以被關在那邊還要被選出來 所以等於不是被關都確定可以演的 呃 不是 就沒有說關了你就可以演 因為後來其實一度我也沒辦法演 所以不能演的就真的被關在裡面 就再也不用說 也不是 就真的你也沒辦法演 可以演的再出來啊 你說什麼 所以 對 沒事沒事 現在甩上還有人 哈哈哈 你現在不要觸動我們尬舞的神經 好啊 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 要吵我們等一下去練舞之槽 應該說被關起來的 不一定最後可以拍 就真的是一個 完全就是你選擇 你要不要參與這個audition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大概同時還在準備 我那時候發了一個單曲叫 煙火燦爛我愛你 對 然後在準備他的新歌演唱會 但我同時被關在那裡 哇 所以我在準備電影的時候 那個真的很煎熬 還好有找到藉口出來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你知道我那演唱會 我沒有出來排過 完全沒有 我是在演唱裡面辦 我是在演唱裡面辦 每天在裡面自己辦 哈哈哈哈 辦給育友對不對 他真的有這個那個 那三串裡面辦很大耶 不是那是我出來辦的 他真的有出來啊 我那時候就是在同時在拍戲的時候 然後同時拍演唱會這樣子 但真的蠻煎熬的 就是 因為那個真的準備很久 然後很不公平 因為他完全 我必須要講一下 我們當時在訓練的時候 不是開玩笑說大家集訓在一起 不是這樣喔 是每天晚上我們要上手銬和腳聊 蛤 我們要模擬在那個 牢獄裡的那個少年犯的感覺 所以每天睡覺前 手機要沒收 然後那個跟外界隔絕 然後綁起來 然後幾個人關在一個房間 管他其他人感冒 可來可去的 整個人所有人關在一起 那是電子腳聊還是真的是 就真的手銬腳聊 第二天起來這裡會破皮一圈那種 那你晚上手要幹嘛的時候都不行 手要幹嘛 那就可能要拿衛生紙醒鼻涕啊 因為那邊空氣不好啊什麼的 沒有就是卡住 就是真的就是把它弄住 連拿衛生紙都不行 不行然後而且那個腳聊 你知道腳聊是那種 扣住之後 你走的步伐只能大概這樣子 然後就看到半夜要去上廁所 就真的大家就是一點點 因為這裡完全扣住 然後一扯這裡就破 就紅了破皮 這樣很花時間的 要上廁所 對然後他就真的是 讓我們去體驗說 你被關在那裡 然後被跟外界隔絕 然後沒有任何的自由度 然後但後來我們 所以這樣持續多久 六個月 對大概快六個 三到四個月 然後加上後來拍 那拍的時候在裡面也會做這些事情 所以那算是導演讓我們投入 戲劇的一個方式 現在想想蠻有趣的 可是你後來看到那個預告片的時候 你有覺得 哇成果滿意嗎 呃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因為這是一個很勵志的片 然後希望在這個 9月18號的時候 可以帶給大家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我第一次真的光頭演戲 當時很忐忑不安 我們看的時候也蠻忐忑的 為什麼 你怎麼那麼醜 不是 我個人的偏見啦 因為那個時候 他光頭的時候 他還約是我們去專訪 然後我真的是訪不下去耶 我就看著那裡 但是是因為你習慣我長頭髮的感覺 對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個樣子很帥 你再看看其他的光頭 我在光頭裡已經算好看了 我們不跟光頭比啦 好好好 我們純舊帥度 跟有頭髮比當然光頭沒那麼好看 可是還算是有一個特色 對如果說整排光頭拍出來 你還是帥的 絕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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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說如果你看看 其實看他很重鞋啊 你要下去練五四個笑好不好 練五四個笑 來來學弟學弟 什麼點那麼好笑 沒有我就覺得 怎麼那麼醜 結果好像 你 因為那時候真的是 隨時都有尬我的音樂喔 因為那時候經紀人找我們去做訪問 那時候我就想說 哇 要跟這個光頭聊多久啊 那個 我手機給我一下 手機給我一下 我告訴你 真的是他逼我的 他說我那時候光頭很醜對不對 那你知道那時候他多醜嗎 你們繼續講 我馬上找給你看 我繼續講 那不然先看一下 大家看有人求婚的新聞好了 我好想你 我真的好想你 還來不及 改變我自己 無力抗拒 無力再抗拒 真的好想你 他可不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這是什麼 這是誰 喔我才是跟你說 所以那個時候 就是 醜的人 綁醜的人 剛剛好 妳都不知道我還有這個 我的IG臉書往前掛一點就可以看的到 收起來 而且除了《月遇》之外 還有另外一部電影居然也要上的 我覺得這 2018 did 你真的就是JR年 也沒有啦 你後半年啦 因為先進去 先進去你沒什麼事嗎 就是剩下幾個月 我剛拍完戲回來 我在很近拍完戲回來好不好 我就是 我真的好想尬舞 不知道 紅樓夢 紅樓夢 對 因為我覺得我退伍之後就是想要專心再當個演員 然後有時間的時候弄個單曲 讓大家還記得我的歌聲 那就是一直不管拍很多不一樣類型的戲 那能夠接到紅樓夢這部戲 對 那是一個歷史的改編嘛 對不對 那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有蠻多蠻多在裡面是真的蠻入骨的一些 不管是洗澡的戲啊 或是很多在裡面 挑戰一些很多世俗眼光的橋段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 對我來講也是 又是越獄之外另外一個更大的挑戰 所以那一部你也是大尺度嗎 你是飾演哪一種角色 我飾演 我在裡面飾演薛寶釵 對 Shashan 他是把它改名成現在的那個 就現在的用語這樣子 那你說大尺度嗎 就是紅樓夢其實尺度還蠻大的 你個人到哪裡 我個人到哪裡 替光頭 替光頭 不是你也遇啦 搞錯了搞錯了 什麼 也是光頭是不是 紅樓夢也是光頭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兩個連著拍 頭髮長不出來 那就是沒辦法 沒有啦 那也是導演希望我這個光頭的腳在裡面可以跳出來 那基本上是就是有裸露 裸到哪 all whole body 正面喔 就是都有啦 就是大家可以到時候期待一下 是一個蠻挑戰的東西 但是 因為他就是以 以很多就不管是以同志為主題的這個 這個著作嘛 但對我來講就是在裡面這個情愛的部分也是關鍵 就是 你不管什麼樣的性別什麼樣的類型啊 在這個方面就是對於愛 對於愛的執著 去追求愛的那種勇敢的態度 就是都是一樣的 所以 真的蠻 尺度蠻大的 雖然還不知道什麼時候上 可是他是酷兒銀展的閉幕片 所以如果真的非常想看的 你可以先去酷兒銀展看他的閉幕片 對 最近已經開始可以看到 在一些頻道 視頻網站上可以看到了 對 而且其實今天除了 剛剛放的直徑之典以外 我們現在報新聞也蠻像在看以前的《完全娛樂》 對 我覺得說哇 你真的是創造回憶的高手 是不是 這 這你今天講的最好聽的一句話 我真的覺得 因為 因為上一句叫醜死了吧 對 再上一句叫什麼老前輩還不知道 我在想說這樣太對不起了 你現在這個已經是最舒服了 今天講出最好聽的話 最好聽的話 因為我偶爾已經開始罵我 我想是轉一下風向 他就說最愛光頭還是比光是很好看 哈哈哈哈哈哈 沒錯 所以想說我們 我們來問欣填 對對對 所以你剛剛說什麼 我說就是 因為你還要報新聞 就很像我們小時候看到的那個JR一樣 對 我覺得這一兩年我感觸特別深感觸 都快流淚 結果我常常在拍戲的時候遇到就是 90的 然後901就真的是小時候看《紫荊之天》 看《完全娛樂》長大的 然後但其實我要講一下 當時我也蠻小 我也才高中而已 對 這句話其實基本上不會攻擊到你 因為你本來就是很小的時候就出道了 對 但很多人可能因為我已經四五十歲了 也沒有 頂多三十三 對 你有尊重人家有沒有想像人家知道嗎 我還沒三三 十一月五號還沒三三 十一月五號之前我都叫三二 OK 很在意很在意 不可能四五十歲啦 男生其實還好 我覺得年紀還好 就是越成熟反而越多女生會喜歡 對 因為 謝謝 謝謝凱浩 因為我覺得就是 不一樣年紀可能帶給你一些不一樣的皺紋 或是眼袋什麼 但這些對於 演戲來講 角色來講都是一個歷練 可以看得出你是有經過歲月的 刻畫的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在當演員的角色我覺得 嗯 變老不是一個我害怕的事情 如果像比如說 他可能比較會在意變老這件事 為什麼 為什麼 你會吧 你不在意嗎 每個人都在意啊 你可能不在意 我蠻在意的 喔 怎麼樣 趕快轉話題有點冷 好 林明珍分手 他哭我們看一下 不知道要如何用言語去形容 因為 我真的只是一個抱著夢想 來到台灣工作的女孩子 哭 明珍不要哭 林明珍分手張宣睿後 首度公開露面 他今年五月 被執集和張宣睿約會 之後男方隨即在臉書 take女方公開認愛 不過林明珍坦言 完全不知道張宣睿會這樣做 他不是在五二點那天 破了一張女的被演唱 然後還有take女 我當時第一時間是不知道的 你說他要po這個東西 我第一時間是不知道的 我是 而且那時候我在家裡 我煮東西吃飯 我那時候都沒有碰電話 然後當我看到電話的時候 我拿電話起來 超多未接來電跟訊息 然後那時候我就已經 就是公司一直問我說 你要怎麼回答這一題 那時候我已經是很 覺得就是有一點反應不過來 然後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去 處理那個回答那個問題 林明珍和張宣睿的戀情 不到一個月就傳出分手 當時南方被爆出疑似劈腿 讓林明珍背上小三罵名 受訪到一半差點噴淚 你們到底怎麼回答 其實我真的沒有去說 任何批評人的話 然後我也沒有去說 任何攻擊人的言語 從小到大我都不會去說 任何攻擊人的話 所以我看到那個報道 我也是很傻 有真的 其實我們第一天 其實就像他有 對方有接受報道 他有說那一天是我們第一天出的 其實確實那一天是最後一天 就是單獨碰面嘛 那是最後一天 對是最後一天 像他說的是第一天 確實真的也是最後一天 因為他第一天也是最後一天而已 是代表只有交五天而已 你覺得嗎 我就是不知道他在問你啊 因為我真的不會回答 因為真的所有我看到的報道 我不知道要如何用言語去形容 因為我真的只是一個抱著夢想 來到台灣工作的女孩子 然後他要哭了你們完蛋了 他有點面子給我 所以就是會看到 就是如果你被冤枉 或者是你被 你就會覺得很無奈啊 對啊 所以就是我看到報道的時候 就會覺得 哇這些不實的傳聞 為什麼我就會寫說 就像一把利劍 真的會殺死一個人 所以 當我們在報道上面 就是看到的那些故事 完全都不是事實 我也沒有去批評人家 攻擊人家 我絕對不是會這樣去用言語 去攻擊人家的人 所以我希望就是 大家也不要這樣寫怕 唉 只能說真日戀根本是羅生們理不盡 不過林明正佛心來著 即使分手也不口出惡言 我覺得就是 每個人對每一件事情的想法跟處理方式 都絕對不會是一樣的 我覺得東西真的都沒有誰對誰說 好 現在一回來有點沉重 通常遇到這種時候應該怎麼辦 前輩 難道是我給你太過沉重 你是刻意cue我唱歌嗎 沒有欸 在求我放手 難道真的要的不多 怎麼連親歌手都變成是奢求 你不再愛我 你要不要認真唱我沒有音樂 我沒有音樂你要不要認真唱 喔 沒關係 沒關係啦 點到就好了啦 點到就好了 就讓大家知道我輕唱也很好聽就夠了 可是我現在有些場合 比如說在唱《紫禁之間騙委曲》 背影這首歌 然後大家就會有種 小朋友是聽不懂的是不是 不不不就是會 你會不會聊天 我想要講一個認真的 就大家會蠻感動當年的那個回憶 搞錯了 搞錯路線 你一定要非要看到有人留言說 你不要這樣講話你才會 可是我有看一支影片蠻感人的 就那個時候你唱的背影 然後全部人就會跟著唱 喔台下還蠻多人跟著唱 什麼時候 天啊 花蓮版 對對對 然後就是一個回憶 可是畢竟 就像比如說你講西街少年啊 或王子變青蛙 或天國的嫁衣啊 紫禁之巔啊 就當時在台灣的偶像劇 是一個 還蠻興盛的時期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會記得 而且劇情很深刻 是真的蠻重要的 就希望可以再拍到這麼棒的戲 你看你在這邊 我還突然 那個回憶永遠都覺得不可思議 哪個不可思議 因為我以前最喜歡看那個 誰最帶種 那時候我在玩全日樂節目 然後那時候每天六點回家 就是要打開電視看那個 所以要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所以你就是喜歡這種 比較 比較重口味的東西 你做了超多怪事情 你們知道誰會帶種的時候要幹嘛嗎 他去採訪一個體育的選手 他還被罵翻 不是 那個 當時技能這種事情 不是 還有很多好事喔 那個是製作單位要我做的 我是好找 像比如說我們第一集 我就是騎著腳踏車 去給電動 那個 洗車的那個 那個洗車 就機械洗車這樣子 我就在這裡也要讓他們洗這樣 他就是要做一個很挑戰的東西 這樣子 所以你都喜歡這種類型的節目 看王仁甫打你啊 做的 之類的那時候 難怪我們今天要準備這些 好 欸不要不要 欸我跟你講 因為 這個節目本來要播新聞 可是二十條新聞 我們現在播不到三條 我們就隨意播個幾條好了 好 耶阿倫的活動 他聽說Ella解約我們看一下 他今天拿高是有上市上貴的嗎 應該有吧 你有在投資一個舞票嗎 呃小小 自己公司嗎 沒有 沒有 自己公司沒有 為什麼沒有 不看嗎 我在等他們自己給我 對啊 有關注一下古藥舞 稍微有點下滑的事情 稍微而已嗎 好像疊停嗎 對對對有一天疊停 就是大家都有在注意這樣子 所以我就先刷了牙 因為我怕我會發出 驚呼聲的時候 會有味道 很敷衍 很敷衍 本來就計畫要發你啦 完成專輯在明年的第一季吧 你是在哪裡 你先牽人一下 對 OK 對 所以你也會在一體 怎麼會進度這麼密集 9月然後接著第一季 對 沒有這是我自己對自己的規劃 我強迫他們接受我的規劃 因為我早在很久以前就想做這樣 類似像日本藝人 單曲單曲式 然後在最後結合成一場專輯的方式 對 但是公司一直到最近 才願意幫我做這件事 所以你為什麼還要留下來 我不知道 就可能 終於了解我想做什麼這樣子 對 陳毅 陳毅 你還好嗎 陳毅 你如果不出來擋 我就不 我就直接講了 這樣 你擋出來 你還講 因為他沒有要擋 寫還是我什麼都可以講 好 那那我們就拍一拍動 沒關係 你覺得SHE有哪個時間 是比較有四周的 有聊天 有聊天 最近有聊到嗎 最近有聊到嗎 有 還好嗎 還行 他們都還蠻樂觀的 他最能先哭書 因為想 圈子這麼小 應該也不是第一天聽說 對 但是就聽說 就一直在想說 怎麼 什麼意思 你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真的 是寫了一定是真的嗎 也不一定 但就 有可能 稍微的 暴走 對 稍微 你真的人家很好 比較判例 對 沒有 我絕對不是判例 我是其來有志 事出必有贏 跟華盈合作也是 颱風都吹不散 看強度 跟董事長的 之間的溝通 其實是一直很順利的 對啊 所以溝通方面沒問題 可能就是 想法上大家就是要再努力 過程一定不會是 大家想要一定都會是順利的 就是擠牙膏也得用力擠到最危險 等一下一定要幫忙帶 會 會啊 他們一定會 他們那麼 對啊 其實這兩天活動特別多 因為雅倫出來之後 隔天又有天賦證出來 然後今天又有周會出來 就是華盈每天都有新的活動 對 但說個人說到雅倫 我就很喜歡雅倫這個人 因為我們兩個都天天做 然後以前就認識嘛 然後覺得他就是 想天天做的 朋友平常不會很好 可是需要幫忙的時候 他一定會出手幫我 然後需要幫忙的時候 欸 就會趕快很快聯繫起來 幫助對方 天阿倫是很重朋友的人 天蠍 天蠍做萬歲 他是天蠍 我是秦天 天蠍 天蠍要打架 不要打架 不要打架 要打去練武士大 沒錯 很好 這個timing就很好 你演了一整集之後 終於抓到timing 除非你們用勇敢去愛也可以打 我就會想看 勇敢去愛就沒有風雲變色那麼紅了 對 小朋友還是有聽過啦 可是他真的是有以前K1鐵粉耶 你真的很多歌你都知道耶 最冷門的 最冷門的 那種在B面的那種歌 對 就是在B面就是意識很後面那種 還有什麼冷門的歌嗎 冷門最美的一刻 對 你會唱嗎 難免快樂難免衝動 哇 真的 讓我真的有難免衝動的感覺 你聽起來沒聽過這首歌啊 沒有 那時候我們還沒合作啊 那時候我們在另外一個唱片公司 它時不時就出現在一些地方 沒有 那時候他不知道這首歌 那是我們團體的團員寫的 然後我好像有寫詞 勇敢去愛我有寫詞 對 真的是 他沒有寫過你們歌的詞嗎 當然有啊當然有啊 但那張是精選集 那張是第二張吧 第三張吧 但因為他 他有時候比較健忘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確定 我也不確定他到底記得哪一個 勇敢去愛他寫的嗎 還是什麼 他都有參與到一些吧 他也有寫過一些 有有有有 好 沒關係 可以轉個話題 好 我們看最後一條新聞好了 天賦真的新聞 明月十七週年 其實我是十七歲跟公司簽約的 然後 這樣就間接的透露自己的 八千年了 對 今年剛好滿十八歲 剛剛開的香蜜 終於可以喝了 應該沒有人要播這段 胡說八道吧 負責我們播了 即將在九月十一日 迎來成軍十七週年的SHE 雖然傳出Ella 出不走的消息 路過因製作人王志平 不小心走漏消息 SHE真的將在十七週年是 合體舉辦音樂會嗎 十七年其實對我來說意義重大 等於是 走了人生的 其中我的人生有一半的時間 都是SHE 所以十七年對我來說意義重大 所以今年這個活動 我們都很期待 不知道可以預告一下 也會有什麼樣的彩蛋或驚喜嗎 我們相關我們之後就會公布 謝謝 他們兩個一口同聲的 你們有聽到嗎 有有有 有收音進去嗎 有 你們在公司有練習嗎 這句 怎麼這麼默契這麼好 再一次好不好 有關於十七年的活動有什麼 一起啊 一二三 相關的他們不講耶 好啦 那就剛剛那一段囉 他們又恢復了 拜託拜託大家就是 不要再問我內容是什麼了 再期待一下啦 再等一下下 再期待一下下 我們自己是還滿 我們三個都還滿期待的 其實說到追他唱歌這件事情 今年也會有新歌對不對 對 剛才講到那個 9月28號要上的 《月遇》這部電影 我有唱主題曲 然後就叫同名主題曲《月遇》 然後是一個我首次挑戰 以前在團體的時候 都其他團員饒舌嘛 然後這次我自己有饒舌和唱的部分 哇 可不可以唱一小段 還沒公開對不對 可以啊 可以秀一下 是喔 無所謂吧 真的要聽喔 那你要給我個拍子 給我個拍子 給你個beat 咚 我們之間隔了一條線 他們兩個世界 夢想的未來 不是你能給那線的一邊充滿偏見 我活該成輪被當鼠被 身不由己得很犯見 只能一路往下墜 對 搶地盤 黑紙黑 敲鋒墊 對 用一起決定是與非 有種就來我的世界 把你嚇到巴士巴淚 不是奇才才能凹過來 誰說我活得比你廢 之類的 那那個手是哪 你剛剛拿了什麼東西嗎 麥克風麥克風麥克風 下一個麥克風 因為把他麥克風搶走 不好意思 就是 拍子可以穩一點嗎 我剛剛只要這樣拍子 真的 然後 然後我真的很痛苦 我也不知道這哪來的拍子 突然叫我 有個拍子 我也是不習慣的 對 老天是公平的 拍子和音準是你人生要繼續的功課 好 我剛剛因為非常多人想要聽 就要唱歌對不對 好 你們留言一首歌 我們等一下節目最後可以唱給你們聽 好 要我記得歌詞 對 要紅的歌喔 好好好 以前小時候的歌 小 不要強調吧 好 讓唱片開小巨蛋 不是小巨蛋 高手巨蛋 各位鄉親朋友 你們先不要給我提示 對我要那種靠自己的力量 有我的青春主流生的 因為我是廣東人很難講 等一下等一下我努力 你唱會嗎 你唱會 你唱會 第十語 六號 每票的時間是 七語 二十一號的 早上的 十一點 歡迎 歡迎 叫我一下 歡迎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看 好 歡迎大家來聽我唱歌 齁 最後兩句真的講得很好耶 哈哈 自己覺得很棒 他們真的聽得懂 他們真的聽得懂 不用怕不用怕 我的台語 我的練習 我的練習 好 嗯 練習嗎 練習 練習要怎麼講 練 練 我的台語 好啦 不要讓你眼睛 我已經鮮得很漂亮 會唱我 會罵戲 沒有你怎麼做 嗯 嘉賓已經找好了 嘉賓已經找好了 嗯 是不是不要找理由嘉賓 對 拒絕往來付 當然不會重複使用 嘉賓什麼時候 親力親為 那個臉書的維護 上次在臉書上求救 是你們的 是我本人啊 就是 關於臉書這部分 好你的問題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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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反正就是 現在臉書有一些 更新的東西 所以不懂 但是我覺得真的很有趣 就是網路上 你要問什麼問題 大家就會劈啪的 全部都回你 所以嘉賓還是比較喜歡用IG 因為年輕人 我 我現在真的非常熱愛用IG 非常熱愛 Rainy77 有一個藍溝就是我 而且我超愛跟她用 限時動態對話的 對就是 其實我如果 有多的時間 我真的很想要大肆的 跟大家一起互動 其實就覺得很方便 但是臉書的朋友 我也沒有拋棄你們 但如果說你們願意的話 也是可以申請一下IG的賬號 對 會更貼近我 因為會 真的會常常發很多東西 他那次在高雄巨蛋對不對 對 好我825的 剛剛越獄的主題曲 會在小巨蛋 然後在825會首唱 哇 你那是什麼樣的活動啊 呃是一個 街舞的大賽 對然後在小巨蛋 然後到時候我會 在這個機會表演給大家看 很盛大欸 對 也沒有啦就是順其自然 然後就是把新歌秀給大家聽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看 928的時候看這部電影 《越獄》 那這首歌什麼時候會首播啊 呃 首播應該就是 首播還不確定 但是差不多825那個時候 反正8月底就可以跳你的首歌 因為我這兩天才錄完 然後再開始做一些混音啊 什麼的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一個新的挑戰 滿期待欸 很多網友指定說要唱《背影》這首歌 來啊 好 我們三個合唱嗎 可以啊 哈哈哈哈 我先我先讓你們加進來好不好 還有人說 關關不要合唱 有的時候如果沒有明天 還有最愛是你 好啦 背影好了 背影 你先唱我隨時加入 有一個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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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他把手舉起來 小時候的回憶來了 小影離不開晴天 影子離不開陽光 小影離不開晴天 小影離不開晴天 黃了那承諾 我 要一起 開心 熬著到 最後 你總是看著我 笑著點著頭 雨過天 晴厚 有燦爛的彩虹 背著我 你什麼都 不肯說 我 比你還折磨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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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唱歌 先唱主音 每次多 寂寞 看著你的背影發抖 好 難道是我 給的太過沉痛 好 好 好 再求我 放手 好 我是真的 要的 不多 好 怎麼連 全歌手 都變成 是奢求 好 一起 你 不再 愛我 耶 還不錯耶 謝謝 你為什麼要主動和聲啊 沒有我就是只會唱這個路 我也不知道哪邊是和聲這樣 但剛剛 你還有看到想唱的歌是不是 剛剛有看到說那個啊 如果 那個什麼 如果沒有明天 好你可以喔 這首很久沒唱耶 這首我很喜歡 可是冷門到不行耶 對 你找得到嗎 如果沒有明天 所以不用我可以親唱就好啦 好啊 好啊 我想一下副歌 好 想不及副歌 這個是當時 想不及副歌 當時改編的歌啦 然後變成另外一個 感覺對不對 對 好我來幫你找一下 好 但是 那時候很多團體的歌 就是 其實現在唱唱也是蠻多回憶 對啊 很多小朋友的回憶 陪你們成長 有參與到你們童年 我很開心 真的是從小聽得到 這邊啊 再抱緊一些那邊對不對 NO 再抱緊一點 如果看不見 我的明天 要怎麼永遠 I don't wanna lose you 你每個笑臉 我都看得見 那麼絕對 那麼的完美 我們沒有明天 很好聽啊 要回想一下 有點久了 歌聲沒老 歌聲沒老 好啦 希望大家可以注意我的新歌 7月28號可以去看 最大的紀念卡本人 對 這禮拜六 然後對 然後在這個新北市藝文中心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這個演唱會 然後做公益喔 好 請最要完整的把這個演唱會 明天講完最後一遍 幸福好學生 九明真所助學公益演唱會 See you 掰掰 下次再見 請問一願 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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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